尊敬的大德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拿摩阿弥陀佛 在世间 父母与子女是彼此赠予的最佳的礼物 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也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家庭关系和谐 从古至今都是中国人强调的重点 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古人为此总结了一套 为人子女我不愿 为人父母妻不择的说法 今天我们大家都来看一看 你究竟做到了哪几条 首先 对孩子 欺不择 一 对众不择 在大庭广众之下 不要责备孩子 孩子也是人 具有独立的人格 也有自尊心 常常在公众视线下被责备的孩子 不仅不能反思错误 性格也容易变得胆小懦弱 对人缺乏信任 产生自卑感 二 溃毁不择 就是说 如果孩子已经认识到错误 并且感到忏悔和后悔了 那么 此时的父母应该停止继续责备孩子 本来批评的目的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反思错误 过度的指责 会让孩子抗挫折的能力下降 三 暮夜不择 睡觉前不要责备孩子 如果此时责备了孩子 他会带着沮丧失落的情绪上床睡觉 要么夜不成寐 要么噩梦连连 长此以往 对身心都有伤害 四 饮食不择 正在吃饭的时候不要责备孩子 如果父母习惯 一到吃饭就数落孩子的不适 容易导致孩子心理上惧怕和父母一起吃饭 或者形成吃饭的时候很难和别人说话的性格 同时 在吃饭的时候负面情绪会影响消化功能的完善 五 欢庆不择 孩子特别高兴的时候不要责备他 情绪大起大落 对人的身体伤害甚至远远超过一次普通不愉快的经历 在孩子特别高兴的时候 如果不是很急的原则性错误 可以过一会儿再去指证他 六 悲忧不择 孩子忧心忡忡 或者特别悲伤的时候不要责备他 此时人的负面情绪是占主导的 容易使责备演变为争吵 得不偿失 最好先表现对孩子的关切 然后再说自己认为不妥的事情 七 疾病不择 孩子生病的时候不要责备他 生病时人体因为生理的痛苦 心理也会很脆弱的 如果受到严厉的责备和埋怨 病情有可能会拖延甚至加重 让孩子的心情好一点 早点扛过病再说 才是科学的教育方法 以上呢是父母对孩子的七不择 你做到了几条 以下呢是我们做孩子的 对父母的五不愿 一 不愿父母能力 树木朗林有高低 人间世事都不齐 没有人是万能的 父母给了我们生命 费尽心力把我们养育成人 已经是天下最值得尊敬的人 有人却抱怨父母 没有能力给自己期望的平台和养育 以怨报德 违背的是最基本的孝道 二 不愿父母啰嗦 父母生活的年代与今天大不相同 两代人在认知和习惯方面 难免有一点代沟 但无论如何都要清楚 只有真爱你的人才会去啰嗦你 三 不愿父母埋怨 父母的埋怨或许是他们在生活中不如意 或许是他们在工作中辛苦 又或许只是希望你不要走他们的老路 父母慢慢变老 能够偶尔埋怨的人除了子女 别无他人 四 不愿父母迟缓 小时候父母关切着我们一切合理需求 用超群的行动力带领我们认识这个世界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父母渐渐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富有活力了 这个时候千万别嫌弃父母行动迟缓 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等等他们听听他们教我们走路时的故事 五 不愿父母生病 天下父母一个样 只要孩子生病 不管多忙 天气多么的恶劣 白天还是晚上 他们是最着急的人 如今生命的轮回 转了几十年 他们的身体开始脆弱不堪 需要你的照顾了 正如几十年前 他们在高烧不退的我们的床前 守候一样 我们也要守护他们 不愿父母生病 我们渐渐的长大 父母慢慢的变老 抱怨父母 不如理解父母 若连生自己养自己的父母都容不下 何以容天下呢 父母与孩子相处之间难免会有摩擦 然而相互的包容和理解 才是我们现代的人应该所做的 我们只知道失去了 再去后悔 却没有想到 在没有失去的时候 自己应该怎么做呢 我希望大家看了这个视频以后 都能有一个转念 其实古人对我们的孝道 要比我们现在人看得重 古人云 父母在不远游 其实我们现代人都做不到的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 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 为了生存 为了生活越来越好 好多人抛妻弃子 漂流他乡 漂流在海外 希望我们在他乡的朋友能记住这句话 往而不可追者年也 去而不可见者亲也 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 过去不可追回的是岁月 失去后想见却见不到的是亲人 无论我们现在生活压力有多大 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回到自己父母的身边 去照顾 去无时无刻的陪伴在他们的左右 前半辈子他们不曾离开过我们 倾尽所有把我们养大 我们长大了 哪怕不能在他们身边 多陪他们 但是也不要让他们觉得很孤单 哪怕一个电话 我们不说话 只要能听到他们的唠叨 只要有父母在 家就在 希望大家都能孝顺父母 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亲人 每一个朋友 我们有缘 今生才来到一起 才会相识相知 人知生老病死 也是我们无法左右的事情 所以趁父母还在 我们就要珍惜眼下的时光 好好孝顺他们 珍惜眼前所有的人 因为我们有缘才能来到一起 才能进入一个家庭 成为家亲眷属 好好把握我们当下的这个时刻 很多人都远在国外 没法回去照顾父母 我们现在学佛念佛 把佛号回向给所有的家亲眷属 以及历代祖亲 希望他们听到这句佛号都能得度 如果父母还在的 希望每天打一个电话 告诉他们 一定要记住 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对他们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希望我们为子女的能做到母不愿 为父母的做到妻不择 这样呢 才能做到真正的安心 使家庭幸福 世界和平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弘扬法博士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字幕——YK Zither Harp Zither Harp